离婚女人与男子同居生活12年 竟一直未婚 男子查出身患绝症 为了给女人一份保障 决定领证结婚 家人强烈不满 竟逼男子立下特殊遗嘱 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朱家英法官即将为您讲述 遗嘱不准他嫁人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局背后的逻辑 是非对错 真与假 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结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结案 2013年的一天 在江南的某个村子 一场孩子的百日宴正热热闹闹的举行 孩子的父母林静和陈海都是再婚 喜得千金两人分外珍惜 这不两人忙里忙外热情的招呼亲戚朋友 可这酒席还没散去 一群人却冲到了林静家里 来人手持一份遗嘱 声称林静违反了这遗嘱的约定 必须带着孩子马上搬出去 现场的亲友很是纳骂 这大喜的日子谁来闹哨呀 这口中声称的遗嘱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来人正是林静的前夫 陈亮的兄嫂和他们的儿子陈轩 他们口中声称的遗嘱 正是当初陈亮病重时写下的 故事还得从多年前说起 这林静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 可年少无知的她 在十八岁便傲着父母 经历了第一场婚姻 年纪轻轻的她 还不懂得如何经营家庭 照顾孩子 家庭矛盾自然不断 没过几年 这场婚姻便草草收场 离婚后 林静一个人带着孩子 生活很是艰苦 人也成熟懂事了不少 在这期间 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陈亮 陈亮是老陈家的二儿子 在上面有一个哥哥 同父异母叫陈元 陈亮十八岁那年 因一起盗窃罪被判刑入狱 在此期间 哥嫂分家另住 老两口考虑到二儿子将来的婚事 便向村里申请了宅基地 筹钱为陈亮建了三间平房 陈亮很是感动 出狱后决定好好地开始新的生活 可坐过牢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 特别是农村乡下 人们还是比较在意的 所以陈亮几次找工作 都因为坐牢的原因 单位有所顾忌而没能成 最终只能在一个汽车修理铺 打打临工 找工作如此 谈对象更是 一听说他坐过牢 姑娘们连相亲见面都不愿意 陈亮母亲多次托媒婆找人都没了下吻 渐渐地陈亮心灰意人 失去了信心 这两两口年事见长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林静虽然离过婚还带个孩子 可陈亮对他一见钟情 便开始追求林静 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陈亮父母 和兄嫂的耳朵里 全家顿时炸开了锅 听说这林静不是个踏踏实实 能过日子的人 离过婚还带个孩子 难道你想替他养孩子 年迈的老夫妻 虽然也着急儿子的婚事 但现在这个状况 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孩子再等等吧 这不合适呀 咱村里人会怎么想呢 老两口也是苦口婆心 但大家的劝阻没有说服陈亮 我就是喜欢林静 这些我都不在乎 面对陈亮的追求 林静也有些犹豫 自己毕竟是离过婚的女人 还带着一个孩子 如果再嫁 孩子难免会受委屈 可陈亮却向林静百般保证 甚至表示结婚后 自己可以不再要孩子 这让林静非常感动 想到这里林静表态 自己愿意带着冬冬和陈亮 相处试一试 但是暂时不领证 合得来就在一起 合不来就算了 父母兄嫂 看百般圈足无效 也只能作罢 不久 林静带着冬冬来到了陈亮家 与陈亮同居了 陈亮果然对冬冬视如己出 对林静也是百般呵护 林静一颗不安的心 渐渐地放了下来 此后吧 两人自然就谈到了 是否要领结婚证的事 陈亮觉得吧 父母兄嫂对林静 一直有点磕磕碰碰的 对两人同居生活 尚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但如果领证 他们肯定会反对 保不准还会激化矛盾 那眼前安稳的小日子 可就别想过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自己和林静 也没再考虑要孩子 再说了 在农村乡下 如果生活在一起 没有领真的少也常见 村里人也不会说什么 林静这边呢 因为第一场婚姻的伤痛 让她对结婚不太自信 想着只要陈亮 对自己和孩子好 踏踏实实过日子 没有领证也没问题 就这样 两人一致决定 没有再提林结婚证的事 一晃九年过去了 在此期间 陈亮父母因病相继去世 陈亮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此时林静却意外怀孕了 虽然自己年龄有点大 但林静还是犹豫着向流 毕竟这是陈亮的亲骨肉啊 没想到反倒是陈亮不同意 还对林静说 当初跟你在一起 我就做好了不再要孩子的打算 我今年都四十八岁了 身体不好 况且咱家经济也差 养不起两个孩子 还是拿掉吧 最终 林静听从了陈亮的建议 去医院做了流产 这件事情 让胸嫂颇感意外 本来 他们对陈亮 执意要跟林静生活在一起 也就认了 这么多年 林静没有怀孕 他们就觉得不对劲 这现在好容易怀上了 怎么狠得了心去拿掉呢 凶嫂不能理解 更不能接受 他们觉得 这一定是林静的主意 他念着前夫的孩子 不想给咱老陈家留后 这陈亮啊 肯定是被林静给洗脑了 否则 哪个男人 不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呢 这件事情 在陈亮的凶嫂心里 扎下了一根刺 对林静的不满 是愈发地增加了 对陈亮不听劝阻 也是恨铁不成钢 于是撂下一句话 以后你们俩的时候 我们再也不管了 凶嫂好久没再登陈亮家门 一晃 又三年过去了 林静和陈亮的生活 虽谈不上富足 却也是非常的安静和平稳 死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让两人始料未及 这一天 陈亮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一直呕吐 因为陈亮平时身体就弱 所以林静很担心 两人一起去了医院检查 可诊断结果 却让两人大吃一惊 丈夫陈亮已经是一线癌晚期 已经没有必要进行手术了 这无异于直接判了丈夫的死刑 林静不能接受 悲痛欲绝 连性格一向开朗的陈亮 也陷入了绝望 最后还是陈亮强大精神 安慰林静 他自敢来日不多 选择了保守治疗 此后每天一早 林静就用摩托车 将陈亮送到镇上的医院挂水 然后再匆匆地赶回家里 熬中药 烧饭菜 再送到医院里 忙的是昏天黑地 但身体的泪不算什么 陈亮的病 才是他心中难以承受的痛 看着日渐憔悴 为自己忙前忙后的林静 陈亮非常的难过 他终于决定面对现实 考虑后事 陈亮首先想到的 便是与自己相伴了十二年的林静 他现在特别后悔 这么多年 两人没有结婚 也没有生孩子 一旦自己去了 这林静的生活靠谁去 终于陈亮将心中的决定 告诉林静 我们去领结婚证吧 领了证 我与你的交代就全在了 没想到 陈亮病成这个样子 还牵挂着他 还为他和孩子以后的生活考虑 林静很是感动 想着自己跟陈亮这么多年没有孩子 一旦陈亮去了 自己生活没着落 真的比赶出去 那该怎么办呢 这是他必须要面对 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于是两人一致决定去领结婚证 在明镇局 两人感受着这神圣的时刻 欣喜的同时 心情却也是无尽的哀伤 因为他们面对的 不是新生活的开始 而是残酷的生离四比 男子病重 弥留之际 与同居十二年的女人结婚 引起家人不满 凶嫂担心家产外流 秘密召开家族会议 逼男子立下遗嘱 女人得知后大闹现场 这份遗嘱里到底写了什么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家英法官正在为您讲述 遗嘱不准他嫁人 领证这事儿 家里很快就知道了 凶嫂本能地觉得 这里面有问题 两人同居这么多年 都没有领证 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去领了证呢 这肯定又是临近的主意 目的为了咱老陈家的财产 想到这儿 凶嫂再也坐不住了 在他们的张罗下 老陈家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 家庭会议在陈亮的凶嫂家举行 有亲戚中年长的堂兄主持 围坐在客厅里的 有陈亮的凶嫂 堂兄 特地请来的姐夫等亲戚 陈亮也被哥哥嫂嫂 悄悄地从病床上 接到了现场 就是没有人通知临近 众人坐下后 堂兄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陈亮 你的身体的病情 你是知道的 这一旦去了 这留下的房长 该做如何处置 今天咱陈家主要的亲戚都来了 给这个事儿做个见证 你表个态吧 召开家庭会议这事儿 陈亮事先并不知情 但一看现场的架势 也明白了 我知道大家是为了我和林静的事儿 林静跟了我十二年 我肯定要给他留有保障 我们已经结婚 是合法的夫妻 我这房产肯定是要留给他 让他有个安身的地方 面对陈亮的表态 亲戚们纷纷开了口 陈亮 你没有孩子 这房子可不能留给外人呀 你没有孩子 按照咱农村的习俗 你跟哥哥家就是两房隔一子 今后你一旦去了 这陈轩就是你的后代 这房子啊 还是留给陈轩最靠谱 林静还年轻 将来肯定要改嫁 你若将房产留给他 这老陈家的财产 怕是要外流啊 你啊 还是早点立个遗嘱 以防万一 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 其中的意思 陈亮怎会不清楚 他的内心无比的纠结 也愈发地后悔 十二年前 如果自己和林静领了结婚证 哪怕当时没有把孩子打掉 都不会有现在这些事端来 从内心讲 他想给林静留有保障 毕竟十二年同甘共苦 自己生了病 他又忙前忙后地照顾 可亲戚们所说的 两房隔一子的习俗 他也是知道的 众人的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要让他按照农村的习俗 把这房子留给陈轩 想着这么多年 自己没有为家里做过什么事 他的心里很是愧疚 现在自己又病入膏肓 还有能力去争取什么呢 最终无奈的陈亮立下一份遗嘱 我去世后三间平房 归我侄子陈轩所有 这份遗嘱里 没有提及妻子林静一个字 事情似乎就这样定了 众人正要离去 不想林静去匆匆来到了现场 原来村里人把陈家 召开家庭会议的事 告诉了林静 林静觉得这肯定有问题 便快速赶了过来 等看到那份遗嘱 林静更是气愤无比 因为陈家人 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他实在接受不了 当场就把遗嘱撕毁了 双方剑拔弩张 病重的陈亮 本就身体极其的虚弱 面对匆匆赶来的妻子 更是心怀愧疚 心里焦脆的他 累得再也坐不住了 直接趴在了桌子上 望着满屋子的陈家清洗 林静也意识到 陈亮今天这遗嘱是非力不可了 但也不能这样 由着他们乱来呀 于是他电话 叫来了自己的哥哥 姐姐 双方共同坐下来 商量遗嘱的内容 陈家众人坚持 这房子是父母造的 必须留在陈家 给侄子陈轩 林静不同意 我跟陈亮以夫妻名义 同居了十二年 现在又领了证 这房子肯定要给我留有保障呀 双方反复的争论 终于确定了一份新的遗嘱内容 陈亮写道 我去世后 三间平房归我妻子林静 做安身之处 我妻子林静 如果今后嫁人 三间平房归侄子 陈轩所有 遗嘱上 陈亮的哥哥 堂兄 姐夫 林静的哥哥和林静 作为见证人都签了名 就在立下这份遗嘱 三十三天后 陈亮病重去世了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 林静还是悲痛万分 生活还得继续 林静带着东东 继续生活在这三间平房里面 但好长时间 娘娘几乎没有出门 与陈亮的凶嫂 也基本上没了忘了 丈夫去世立下遗嘱 如果妻子在家 就要归还房产 妻子无依无靠 决定以招追的行事再婚 结果还是要被赶出家门 双方各说各礼 闹到法院 法官又会如何判决呢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朱家英法官 正在为您讲述 遗嘱不准 他嫁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渐渐地 有一个叫陈海的男人 出现在了林静的周围 这陈海是隔壁村的 与妻子离婚后一个人生活 他性格平和 为人善良 对林静知人知乐 里里外外没少帮衬着 可林静一直陷在悲痛中 对陈海的民事暗示都置之不理 直到有一天 林静半夜感冒发烧 实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医院 不得已求助陈海 陈海傲话没说 将林静送到了医院 虚寒问暖 衣不解带地照料林静 这次事件让林静感觉到 生活似乎又有了依靠 对陈海的默默付出 林静是很感动的 但她的内心也很矛盾 她始终记得陈亮 临终时的嘱托 每分忌日 要在这个老房子里 给她上香敬酒 她不愿意离开 生活这么多年的老屋 嫁给陈海 再说了 遗嘱上写着呢 如果她嫁人 这房子就要给侄子陈轩 别的不说 陈家人可都盯着呢 林静将这想法告诉了陈海 陈海立即表示 虽然自己也有房子 但如果林静愿意 跟她一起生活 她可以搬到这老屋来住 就算倒插门 她也愿意 陈海的执着和体贴 让林静纠结的内心 终于慢慢地释坏 如果自己再婚 只要没有离开前夫家 就不算嫁人 随后两人结婚 陈海果然倒插门 搬到了这三间老屋居住 后来 他们的女儿出生 两人如获至宝 分外地珍惜 林静跟陈海商量 想给这个孩子 许名叫陈双双 自己的前夫陈亮姓陈 现在的丈夫也姓陈 就由这个孩子 把两个陈家的生活 延续下去 陈海体谅林静的苦心 对他非常地支持 孩子出生的消息 惊动了陈亮的凶嫂 他们知道林静和陈海在交往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林静和陈海有没有结婚 既然现在连孩子都有了 那么陈亮的凶嫂认为 林静和陈海两个人 一定是登记结婚了 于是陈亮的凶嫂 和他们的儿子陈轩 便手持遗嘱来要房子 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林静家的少 村民们看在眼里 百日宴上的风波 再次引发了大家 对这件事情的围观和议论 有人认为 这房子就该鬼陈轩 这媳妇改嫁 怎么能带走 前夫家的财产呢 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啊 也有人择持不同意见 林静虽然再婚 可丈夫陈海是倒插门 林静并没有离开前夫家 凭什么要让他 从这房子里搬出去呢 主审该案的周法官 考虑到这个案件 是亲属之间的经济纠纷 便想通过调解 来化解两家人的矛盾 可双方各不相让 坚持认为这三间平房 该归自己所有 调解工作没有成功 案件进入庭审阶段 陈亮的这份遗嘱 无疑成为法院审查的关键 周法官对这份主要的证据 从刑事到内容进行了审查 男就男在了对遗嘱内容的审查上 这份遗嘱 它包含了一个遗证的条款 林静嫁人是这三间平房 是否赠予给侄子陈轩的必要性条件 那么这陈海道插门 是否就属于遗嘱中的林静嫁人呢 关于这点 双方在法庭上争论得非常激烈 针对林静是否嫁人 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 法官认为 无论是林静出嫁 还是陈海入序 只要夫妻两人登记 并领取了结婚证 那么在法律上 两人就建立了婚姻关系 也就是说 林静符合本案中的遗证条件 那么这三间平房 是否就该归之子 陈轩所有了呢 周法官意识到 双方争执了这么久 却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证据内容的合法性 也就是说 这一阵的附加条件 它合法吗 带着这个疑问 周法官通盘考虑了案件的 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身患绝症的程量 坚定地要跟林静 领取结婚证 其本意就是要给两人 多年的同居生活 一个交代 给林静今后的生活 一份保障 遗嘱上 我去世后 三间平房 归我妻子林静 做安身之处 毫无疑问 是他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 但同时 该遗嘱又写道 如果我妻子林静嫁人 这三间平房 则归池子陈轩所有 无疑是对林静 继承权的限制 以林静不再嫁人 作为其获得 房产继承的前期 这种制约 正是当地 相归民俗的一种体现 但在法律上 却是对公民 婚姻自由的剥夺 丈夫陈亮去世后 林静是否有 在家的权利 这种权利的自由行使 如果受到干涉 或者制约 是否由相应的法律 予以保护呢 婚姻自由 是我国公民的 一项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 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 婚姻法第五条规定 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 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禁止或破坏婚姻自由 是法律所禁止的 本案中 陈亮的遗嘱条款 将限制临近的婚姻自由 作为遗政的附加条件 违背了我国宪法 关于婚姻自由的精神 以及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这样的条款是无效的 何一婷平议后一致认为 陈轩的诉讼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不应当被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 驳回陈轩的诉讼请求 一份特殊遗嘱引发的纷争 在法院的判决下 终于落下帷幕 本案中 林静和陈亮同居十二年 没有领结婚证 也没有生孩子 虽然两人的感情不错 但是这种关系 实际上非常的脆弱 也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 这一点 直到陈亮临终前 他们才意识到 但后悔已经来不及 因为自始至终 陈家人没有真正的接纳林静 又担心族长外流 矛盾一再升级 所以才会不许动用家族力量 以相归名约加以阻止 好在林静没有轻易地 屈从和放弃 法律也最终保护了他的权利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敬请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加油喜事 往往会请客喝上几杯 但千万别惹祸上身 父亲庆祝儿子金榜提名 摊上人命官司 夫妻喜得贵子 摆满月酒 却和朋友反目成仇 请客喝酒 怎样既能尽兴 又不会喝出隐患呢 陈军法官下期为您讲述 请客喝出事